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2月22日 欢迎收看网维微波 我是Cherry 一年一度的圣诞节马上就要到了 在这里先提前祝观众朋友们圣诞快乐和家幸福 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第一条新闻 继美国明尼苏达州警方决定不起诉刘强东之后 此案又有了新的进展 美联社报道称 为明州大学当事女主代理此案的律师称 她计划起诉刘强东及其京东公司以及京东代表 该女士律师维尔·弗罗林称 刘强东及其京东公司以及京东代表 是否应当为当晚发声之事负责 应当由民事陪审团决定 在迷尼阿波利斯市亨内平线检察官办公室公布结果之后 弗罗林便发表了一份声明 她将不会给出此次民事诉讼的详细情况 但她告诉美联社称 她们将在美国起诉 在美国明州检察官宣布 不会对梁强东提出任何指控之后 更多的刘强东案件细节浮出水面 刘强东的代理律师就在此案的事实公开声明中表示 女方邀请刘强东去自己公寓 而在房间里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自愿的 但是她们睡着后几个小时警察来敲门 警察把刘强东和女方带到外面 然后在一个单独的地方对女方进行了大约30分钟的调查访谈 访谈结束之后 女方找到刘强东并向她道歉 说这是一场误会 随后警察把刘强东送回了酒店 当天的下午和晚上 女方发送了数条短信给刘强东的助理要求与其见面 最终刘强东同意 在女方选择的地点卡尔森商学院与其见面 但刘强东到学校大楼后没有多久就被警察逮捕 随后 刘强东对执法部门的调查给予了配合 大约在16个小时之后 她被无条件释放 刘强东律师在昨天的公开声明中还强调 女方曾反复沟通索要钱财并威胁 如果她的要求得不到满足 就要将此事公开并起诉刘强东 在刘强东拒绝与其谈判后不久 女方聘请了人身伤害领域的民事律师 加拿大与美国周五分别呼吁北京政府 释放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 及加拿大商人斯帕弗 是加拿大首次正式要求中国放人 美联社引述官员报道 加拿大周五召见了中国大使表达政府的要求 加拿大外长方慧兰发表声明说 加拿大对北京当局任意拘留两名加拿大公民 深表关注要求立即把他们释放 此声明反映加拿大政府的立场转为强硬 美国、英国以及欧盟均发表声明支持加拿大 美国国务院21日呼吁中国立即释放遭拘留的加拿大公民 国务院副发言人巴拉迪诺21日发布声明 指加拿大合法逮捕华为财务长孟晚舟 巴拉迪诺指出 加拿大是个法治的国家 孟晚舟案的法律程序公平公正透明 加拿大遵循与美国的引渡条约 美加同意法治为自由社会的基础 将共同捍卫并维护此原则 巴拉迪诺表示 我们也对本月稍早 中国政府拘留两名加拿大公民身表关切 并呼吁立即释放他们 虽然加拿大中国官员皆曾表示 北京当局拘留加拿大公民与孟晚舟案无关 美国国务院仍将两件事写在了同一声明中 近期大陆一批知识分子借中共改革40周年纪念时期 重新将改革话题炒热 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吴敬连大胆敬言改革十大忠告 提到中国改革开放就是市场化 法治化 民主化 别无出路 其言论迅速遭到了封杀 12月20日 吴敬连十大改革忠告文章出现在中国大陆 金融家智库官威上 吴敬连一上来就要求真刀真枪的进行改革 这是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人的希望 他强调 建立市场化 法治化的社会是大势所趋 除此之外 中国别无出路 在此关键时刻 我们每个人都要做出努力 在其他的几个忠告中 他警告 如果放任行政权力干预市场 并且通过理论包装使得其得到某种正当性 将是相当危险的 但此文很快遭到了微博封杀 在微博上用标题 吴敬连改革十大忠告查找 显示未找到相关结果 如果用吴敬连的名字查询 显示的灵性的相关内容 多是网民在微博上 以截图形式转发的图片格式 还原了当时文章发表过的痕迹 中央制定明年七大重点工作之一 是要保护民营企业家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 这与往年相比实处罕见 查实今年以来 中国大陆多名民企老板先后出事 9月起更掀起了一场国际民退的争论 令民企出现极大的信心危机 一时间国际民退成为了中外舆论的焦点 国家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最终不得不亲自上阵扑火 向民企派派定心丸 并高呼吁民企老板是自己人 明年七项工作重点中 其中第五项是加快经济体制改革 里面提及要支持民企企业发展 营造法制化制度环境 会议还首度提出要保护民营企业家 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 习近平早在11月1日 在金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时 曾提及这一点 习当时罕见的率中央众官员 主持民营企业座谈会 邀请了59名企业家出席 向企业大派定性丸 手以自己人形容民企和民营企业家 近年来 邓小平前外孙女婿安邦董事长吴小辉被捕下狱 安邦集团遭当局接管 充当军方和太子党白手套的叶简明被抓 华信能源被上海国盛集团接管 曾是中国首富的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 被迫清理负债 海航董事长王健离其死亡等 随着民营企业老板连番出事 以及阿里巴巴董事长马云 随后宣布急流涌退 国进民退的争议 曾对内地的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困扰 根据香港南华早报19日援引消闲事的话报导称 中国开发航母的主力人物之一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前总经理57岁的孙波 因涉嫌间谍罪而可能被判处死刑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是中国两大国营造船公司之一 负责建造航母和核潜艇等 中国海军的核线舰艇 孙波是造船工学博士 在该公司从事了近10年的船舶设计和建造相关工作 2015年升任总经理 小显示说 孙波的嫌疑是间谍罪 可能被判处死刑或死缓 他交给外国机关的情报的重要性将决定其量刑 以上是今天的万维微播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